那么我们尝试着恢复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是什么样子的对吧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收呢 climb use豆瓣 use豆瓣 然后呢 我们收collections 收collections 切 tlns 这里有个tv1db.tv1.find对不对 然后数据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里面有info这些信息对不对 有什么rating rating是什么呢 就是评分的相关情况有个count表总的 打分人数max最大值value当前的评分 然后还有title对不对标题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什么 director导演 actor 演员的信息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tv category当前这个建设的国家是来哪个国家的对不对 那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的是获取每条数据中title count rate country这些字段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呀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 这是page50 db.什么呀 tve.find的 然后呢 是find的吗 是aggregate的对不对 那么我们之所以在这写的是因为我们在这写的非常方便对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doller project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然后现在我们要什么呢 要的是 要的是title对不对 那title我们在里面是不是就有的呀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有这样一个title呀 那title说明我们要我们要就干什么呢 就写上1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不要的我们写上0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比如说-id我们不要 我们-id写上0 那么还要什么呢 还要就count对不对 count在哪呢 count 比如我们打分的人数 它是在这个rating下面的对不对 那么要取到它怎么取呀 是不是叫dollar rating.count呀 是不是要这样做呀 然后还要取什么呢 还要取这样一个rate评分对不对 rate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也是在rating的value里面啊 那我们要再来写rate 它要是dollar rating.value 对吧 还有什么要取呢 我来看一下 还有这样一个country 国家的信息要取 对不对 country在哪呢 还记得吗 是不是在这个tv category里面啊 我们要取它对那值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我们的使用dollar 是不是就取到了呀 是不是这样就取到了呀 看见了吗 那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终端里面 执行一下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呀 title count rate count 这些阵段是不是拿到了呀 然后大家看到出入it之后呢 它能够相当得到一个翻译的效果 对吧 it就是翻译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这里写得非常清楚 type it for more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这些第一个内容现在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我们要获取上证结果中 不同国家建设局的数量 怎么做呀 是不是要根据国家信息 进行分组了呀 那分组我们是要干什么呀 dollar group对不对 dollar group之后呢 我们要按照什么信息分组呀 是不是dollar 是不是看id对于什么呀 dollar country对不对 是不是dollar country进行分组呀 你们要获取数量 是不是要count一下呀 是不是要dollar sum 毛号1呀 毛号1 我们再来跑一下这个程序 来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就有了呀 美剧日剧韩剧都有500个 英剧呢只有379个 中国的国产剧呢有500个 这是这个内容对吧 那如果说我们还看什么呢 获取结果中评分大于8的 不同国家建设局的数量 我们前面这是干什么呀 获取的不同国家建设局的数量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是要这样的 我们要评分大于8的 是不是在获取分组之前 我们应该获取一下 评分大于8的呀 所以dollar mark是不是要用上来呀 那dollar mark怎么用了 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评分对不对 评分是什么呀 是不是这里写错了 是个rate 是不是rate比8大的呀 那就是dollar gt 对不对 大于8是不是就可以选中了呀 是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就有了呀 大家看到吗 美剧大于8的有276个 然后国产剧呢 大于8的166个 对不对 少100个 110个 对不对 那大家如果觉得这个id不好看 我们想把id改成我们的country 怎么改呀 是不是dollar project呀 其实在用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么刚id现在我们不想要了 然后呢 我们要加个country次段 那他对那值是什么值呀 是我们-id的值呀 所以我们dollar-id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对那还有counter我们也要 那么写个1 是不是在这就好了呀 那么再来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 这个样子就有了 counter American 他有276个对不对 加个例子 有230个 是不是这个样子就做完了呀 结果上面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这是这样的一个练习 那这个练习呢 对于呢还有另外一个练习 是这一个 我们现在呢 db.tv1里面有这样些数据 tv1.find.count 首先呢这个tv t1在test里面哈 db.te.find.count 这里面呢有10,051个数据 我们要干什么呢 统计t1中所有name出现的次数 那么这个t是什么样子呢 就这个样子 还有name还有age对吧 我们要重计不同的name出现的次数 再怎么统计啊 是不是要分组了呀 t1.aggregate 所以说这是dollargroup对不对 gloop 按照什么进行分组呢 是不是按照这样一个-id 这个-id 要写上name对不对 就是dollarname对吧 是不是要做这个事情啊 做完之后呢我们还要统计一下 不同的名字的数量 对不对 counter等于什么呀 dollar sum 我们写上1是不是就好了呀 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结果 是这个样子的 前面几个呢都为1 对吧 那是不是就没有为1的呢 对吧 唯有不为1的 没有比1大的呢 我们得这个判断一下 比如说这个第二个问题 统计t1中 name出现次数比4大的 name出现次数比4大的 该怎么做呀 是不是在后面group组完了之后呢 要dollar much 来进行匹配 匹配什么呢 匹配count 是dollar 机器 是比4大的呀 是不是这样来写呀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这样几条啊 这样10条左右对不对 12条 10条 有这样10条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样10条啊 它的count是6对不对 看见了吗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统计t1中 name出现次数 大于4的次数 只显示次数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呀 是不是到了project 在用上了呀 project在用上 我们-id不要 -id不要 对不对 那么写上0 那么我们的count呢 我们要 我们写上1 是不是就好了呀 就是非常简单的哈 就这样的就能做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之前的这个管道符来 其实还是非常简单 非常好用的对不对 那当然直播这个例子 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呢 我们只是和大家一起来练习一下 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 dollarproject dollarmarch dollargroup 到底该怎么用 到这个地方呢 应该大家对于我们之前的聚合操作 聚合命令呢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吧 现在 有问题的话 对吧 好